好,我们再来做一个小试验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呢 这里有一条火 火呢实际上就是粒子系统 粒子系统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粒子系统 然后有一个球 现在呢做一个这样的难图 当我的人物靠近这个球的时候 火焰就会升起来 然后离开呢 这个火焰就会熄灭 这个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小试验 首先新建一个难图 注意是在这个Blueprint的目录下面 新建一个难图 然后选择Actor 取一个名字 BP开头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要不然呢之后会变得越来越难 我们取个名字叫做Fire火焰球 Fireball Fireball 火球 双击进入 添加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球 添加一个球体 添加一个球体 当然现在这个球是个小白球 你可以给它来一个材质 在这一边有个材质 地方呢选择一个 比如说石头球 嗯 不好看 可以选成一个 比如说木头球 木头球 好 选成一个木头球 另外呢还需要添加一团火焰 火焰是粒子系统 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个粒子 输入一个粒子 或者是这个地方输入中不是太方便 我们可以在底下一点 如果你是用的U14 粒子系统就在这个位置 因为U15呢已经把这个粒子系统换 默认的粒子系统换成了Niagra Niagra这个粒子系统 就这个 所以呢但是这个呢 我们之后会再详细讲 现在呢我们先用这个粒子系统在这个地方 粒子系统组件 我们把粒子系统组件换成一团火 就Pfile Pfile 把这个火稍微往上面移一点 上面往上面移一点 看上去在球的上面来进行燃烧 好这样子呢 基础的东西就已经准备好了 便宜保存一下 还需要添加一个什么 需要添加一个合体触发器 对不对 这样子呢来判断 然后把合体触发器放在上面 副讲到这个地方 合体触发器的大小 把它变大一点 变成80的80的80 还可以变大120 稍微移上一点点 当我的人物进入到这个盒子的时候 然后这条火焰就燃烧起来 但是现在默认情况下 我们需要让火焰不燃烧 对不对 所以点下这一个类子系统 把它的可视 把它的可视给去掉 这样子它就不燃烧了 不燃烧了 好 我们来编写这个触发点右键 这是我们使用 这是使用点右键添加事件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右下在这个地方选择组件开始重叠时 通过这种方式来试一下 添加事件 选择on component begin overlap 组件开始重叠时 就让我的这个例子系统 例子系统或者我们换一个名字吧 点一下它 选择重命名或者是能按fr 把它改一个名字叫做file 我们在前面加一个p表 p表示它是例子系统 pfile 我们将pfile叫设置可视性 设置可视性 让火焰燃烧起来 new visibility 这个可视勾选起来 勾选起来的就是它可视了 同样的还有一个离开的时候 这个盒子我们再点盒子 点下面 组件结束重叠时 对不对 结束重叠时 好 这就开启了第二个节点 我们把这个pfile往下面来 这个地方复制 粘贴一个 这样子连 好 最好连到目标 目标就是我设置pfile 我的这团pfile 它的可视性为force 这是一个叫布尔编量 之后我们会详细讲 把它取消掉 它就不 它就什么 它就不显示了 好我们编译保存一下 拖到 拖到我们场景里面来试一下 把这一个木头球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拖上一点点 现在这个木头球是没有的 当我靠近的时候 这团火焰就起来 当我离开的时候 火焰就 进入火焰燃烧 离开的时候 火焰就没有 好大家可以来完成一下这个小试验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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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